大家好,我是丽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盆房根 因为昨天应该说这几天的这个太阳实在是太烈了 我的很多花都有点晒上 这个房根这个叶子好像也有点 反正虽然热天不是那么就是说度下没有那么难 但是如果这种暴晒的话也是不利于它生长的 所以现在我就把它搬到室内去养 因为这种烈日暴晒的这个天气还会持续好几天 就先把它安排在这个阳台花园上面等过了夏天 再把它搬出去 再来看一下这个阳菊梗 大家看到没花朵已经绽放了 但是因为枝条实在是太瘦肉了 都感觉是垂下来的 这个颜色是不是好漂亮 但是好像可能天气太热了 它开起来的这个花不是那种 比较很重瘦的那种 重瘦的才好看 但是它又不像单瘦 不过也很漂亮了 还有这一盆也开了一朵 大家看今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这以后 很多花都吹造着 sung 回溪到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合花 有一朵好像已经快开了 但是因为这几天太阳太烈的 看到没 它这个花苞都被晒伤了 这个更明显 看到吗 本来这个百合它是不怕热的 但是中午的太阳实在是太烈了 还好这一盆小的好像不会 这盆小的 就是说这个花苞很小的 另外一个品种的百合 这个花苞就没有一个晒伤的 所以你就赶快绽放吧 绽放完了就好好养球 明年再绽放给我看 再来看一下这个百香果 最高的那个已经是长到了 这个爬藤架的顶上去了 然后刺牙的话也长长了很多 好在我买的五痕丁 今天就会到了 明天就把它上面支个网 到时候就可以把它们牵上去了 下面的无花果小苗 长得也不错 还有这个向日葵 别人的向日葵都开花了 我的向日葵还这么一点点大 那么向日葵趋光性很明显 给它转一个像 明年得更早一点哦 这样太晚了 我来给大家看 如果这些不爱就会继续 嗯 那 що一直盲着 生日葵